各位朋友大家好 因为工作的原因非常繁忙 所以只能断断续续给大家做一些视频节目 网上有一个全民共振是否得到大家支持 全民共振现在是否是否是合适的时机 它有几个选项啊 一个呢就是说是否支持全民共振 第二个全民共振是否是冒进的行为 第三个是现在实际不成熟 这个调查结果投票最多的是认为实际不成熟 很多人把这个投票结果发给我看了 我不否认相当一部分人是持有这个观点的 认为实际不成熟 那么我想问这些人实际什么时候成熟 六四到今天已经29周年 这29周年你们告诉我这个29周年里面 哪一天是成熟的 中共永远不会给你有成熟的时候 中共永远让你知道你静若寒残 你瑟瑟发抖你一步都不敢动 你敢上街中共就把你打成马封窝 它永远是高压恐吓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没有一天有过一点点喘息的机会 请问你哪天成熟29年来你没有选到成熟 我们从二十几岁选择这个所谓成熟的时机已经选择了三十年过来 我们已经五十多岁了 时机仍然不成熟 你准备让我们再等三十年 然后到我们八十多岁时候有一天会成熟吗 这种所谓实际不成熟的这些人都是什么 都是可以讲弱弱的被共产党吓破胆的 都是只在网上面嘴巴上叫喊叫喊 要民主反对共产党 但是实际行动一点都不敢 你觉得全民公正不是行动吗 全民公正是口炮吗 全民公正仅仅是嘴巴上说说 没有敢对共产党具体发起行动的吗 为什么反对声浪那么大 我说过反对声浪越大 中共就越怕 马上有人站出来指责我 不对的 曾经网上你们民营里面也有人 不断地去搞个人募捐 反对声浪也很大 这就是反对声浪越大就是中共越怕吗 这个观点是属于偷换概念 因为民营圈里面有的人打着民主的行号去骗钱 他受到反对 他和共产党出来反对的声浪 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反对的那些人并不都是共产党的人 而是对这个民营中间有的人很可耻 打着民进旗号去骗钱的行为给予反对 这种反对声浪大和什么共产党怕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全民共正他不是为个人 他为个人吗 他说我建民号召全民共正以后 他是为了达到我吴建民个人的利益吗 全民共正他就是要选择一个战斗时机 向共产党发起一次行动 那么这种行动他绝不仅仅是停留在嘴巴上了 因为上升的行动共产党的害怕 共产党当然打压 所以共产党的这种打压 和那种什么有一部分民众反对别人募捐 尤其是打着民主旗号募捐 募来的钱是重宝四堂是个人花费是个人消费的人 这种行为那么民众必然反对 真正的募捐那是应该有题目 公开你的募捐目的 然后把你这个费用通通使用到 你募捐的这个事业上去是一种民众的事业 那这种募捐人人支持 包括我建民也支持 因为大家都知道做任何民主事业 不靠公众来帮助 不靠大家集资是办不了的 但是集资的费用要透明 所使用的利益要得当 要经得起会计事务所来进行做报表 要经得起律师对你所有问题的解释 要能够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这才是合理合法的募捐 这是我建民一向倡导的 对全民共振 现代的反对声浪来自于中共内部 一定要扼杀这个全民共振 因为全民共振对中共实实在在的 开展是一个具体行动 网上那种嘲笑我建民是口炮的人 你解释一下全民共振是口炮吗 你们只会按照中共的思路 按照中共给你们布置的题目 或者你自己的脑袋不够用 你只会这种思维 就是全民共振的人老百姓送死 老百姓送死你们就是 你们就是让老百姓刀炮灰 你们都在吃人血馒头 你们在老百姓的这个血肉趋起上磨到你们的名利 这是共产党放出来的一个宣传的口径 现在坚持这种观点的人 要么是带着任务来的 要么就是头脑不够用的 所谓实际不成熟 我请大家给我解释 只要有一个人你给我解释清楚 哪一天实际是成熟的 什么时候到了可以把民众聚起来 聚集起来向共产党冲锋的时候 你告诉我哪一天成功 哪一天成熟了 如果你根本就不知道 就请你不要做这种错误的论断 因为没有成熟的时机 没有成熟的时机我们叫创造时机 我建民也不认为五一就是成熟的时机 但是五一只是个开端 它仅仅是通过一次我们搞全民共争 能够调动百姓上街 然后通过一次两次三次 就不断地产生这种狼来了的游戏 让中共的这个警察疲于奔命 让他们的神经麻痹 让他们不断地陷于这种 就是不断地反复折磨的 这种民众聚集散去 民众聚集散去 反复的这种狼来了的游戏之后 让中共对这种事情 把它变成了老百姓上街是常态 等到是常态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 我们在这个常态中 就有可能有一天突然聚集了 这都是一个战术演练 它有一个过程 实际要创造的 任何机会都是留给那种有准备的人 光嘴巴上说说反对 因为是你心里面害怕嘛 尤其相当一批在网上 炸炸糊糊动不动爱好民运的人士 他只会在网上喊 我不否认他是民运人士 他是爱好民主的 我不讲他是共产党的客户 但是他紧现于在网上喊的好听 他在生活中 无论是他过去还是他今天 他都不敢开展一丝一毫 对中共有效的活动 共产党要请他喝茶 他魂都不在了 他还敢坐牢 他还敢杀头呢 他啥也不敢 所以当发起全民共产党的时候 最气的是他 为什么 第一个 他这个人是没有胆量敢上街 没有胆量发起任何行动的 他不敢去 但是他又是一个所谓的网上 喊得最好最好听 在他的这个朋友圈 在他的朋友里面 知道他反共最积极的 这时候给他反共机会了 他不敢去 那怎么去解释自己不敢去这个理由呢 他就告诉你是冒险 是聪明 是当炮灰 他把他自己不敢去和自己 这种心理 自己根本就不敢 勇敢地站出来这种心理 把他迁怒于你们发起这种行动的人 他你们发起这种行动的人 你们不搞这个行动 没有人会执照我 你们一搞这个行动 变成我不能去就被别人笑话 所以我现在就拼命抹黑 你们发起行动的人 然后他就把他归结 发起行动你怎么不去啊 你去你先死了 你也死了才有可能老百姓去 这就是他自己的一个心理演变 那么我曾经在我的节目中说过 国内的这88个人不能直接发起 因为发起他们有非常大的风险 但是他们可以参与 海外的人可以发起 但海外人不能参与 因为海外人发起共产党没办法 我们的海外号召 可以把信息发布的全国各地都知道 可以统一一个集结事件 这就是海外的优势 但海外人肯定不能参与 因为参与肯定是给共产党送进监狱 别说我回国参与 我即使在美国 共产党都想把我定点消灭 就这么简单 这么浅显的道理 难道你真的是个民主人士 你分析不出来吗 难道你真为真认为海外发起的人 就应该站到天安门广场吗 加拿大还有一个什么女网友 在网上讲要我和李怡平写好遗书 他跟我一起到天安门广场去死 郭文贵先生在跟我们全民共振的问题上 他已经做出了自己的说明 也在自己的视频里面 对他自己原来所做的钓鱼的说法 已经有了更正 所以这个事情已经翻篇了 据说他是郭文贵爆料的支持者 你既然那么热忱的支持郭文贵爆料 你怎么不喊郭文贵到国内爆料去啊 你怎么不喊郭文贵他的家属也在国内爆料 你怎么不喊郭文贵爆料的时候 你跟郭文贵一起到国内去爆料 然后你跟郭文贵大胆一起在国内参与爆料呢 你为什么不敢呢 因为你知道不现实 不现实 文贵在海外爆料才是最安全的 文贵在海外爆料对共产党才有冲击的 文贵只有用现在这种方式爆料 包括他在纽约用第三层外三层的保安保护他 才是安全的 你都明白 你是文贵的粉 你能够支持文贵 我理解 我也完全认同你支持文贵的各种行为 我从来没嘲笑过你 你为什么不喊文贵到国内去爆料 文贵现在已经要求所有的挺国会的人 不要去参加全民共争 更不要去送死 那么你如果说是明知道我和李一平写好一书到天安门广场去死 你跟着去死 我不知道你这种明的要送死你还要去死 你究竟是智商有问题 还是属于你故意想激怒我们 你明知道到天安门广场是百分之百的去死 为什么你还要教学我和李一平写好一书 你跟着我们一起去死呢 智慧知己者死 女为悦己者容 你是郭文贵先生的粉丝 你可以为郭文贵先生容 但是你跟我们不是知己 你为什么要为我们去死呢 你明知道全民共争 是我们在海外 顶着风险发起的一个活动 这个活动中共一定会打击 我们回过来一定会死 你还需要我们去写好一书去死 你要达到个什么目的呢 你不是傻 你真不知道这个里面 如果我们到国内会死吗 你真不知道郭文贵如果到国内爆料 他会死吗 你都知道 但是你不会要求郭文贵先生到国内爆料 你却要求我们写好一书到北京去 你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如果你真的是傻是吃 你你不知道你是胡言乱语 那你就不要做你这个什么挺国会的领导人了 如果你不是傻不是吃 你要回答公众 你做这个视频 你要达到什么目的 我从来不会随便去提郭文贵 我也更不愿意随便跟郭文贵的这个 他的粉丝之间发生任何口舌之争 我不愿意发生任何恒生肢解的事 但是这位女网友她写出这样的推文 而且她还是做了一个短视频 我呢就来回应她一下 你要求我和李一平写好一书 然后到国内去送死 你是以挺国会名义来出现的 所以我就回答你跟郭文贵之间的关系 你既然是挺国会你是郭文贵的粉丝 你有没有想过郭文贵先生爆料 应该回国爆料 应该到天安门广场去爆料 你有没有要求过郭文贵 他应该到天安门广场去爆料 去之前把遗书写好 然后你作为郭文贵先生的支持者 你跟郭文贵先生一起到天安门广场去送死 你有没有这样要求过 你不可能这样要求 因为你明知道说出这样的话 是没有经过大脑的 是完全没有智商的 是完全不现实的 因为你很清楚郭文贵先生在美国爆料 才是安全的 那么为什么你会要求我和李一平写好一书 然后到天安门广场去送死呢 你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你支持文贵没问题啊 文贵爆料在美国爆料最安全 文贵用第三层外三层的保安支队 来保护他自己都很正常 我都非常理解啊 你看我说过一次 文贵你爆料到中国去 文贵你家里面人为什么不在中国爆料 我说过中国话吗 我从来不会 因为我一直理解文贵的爆料 我认为文贵在美国爆料就是合理的 文贵现在就是这个里三层外三层的保安支队 保护自己就是合理的 他首先要保护好自己 他才能够爆料 很简单 同样的道理 我吴建民只有首先保护好我自己 我才能发起这场全民共同行动 这种让我吴建民到中国国内天安门广场上去 带着共振就等于叫郭文贵到北京天安门广场 在天安门广场上爆料 你觉得不是这个道理吗 所以我们任何人不要有双重标准 什么事情大家就认真真真一看就行了啊 我不会像网上讲的人靠什么挺锅去拉人气 靠砸锅去活人气 我建民我从来不要这种虚名 我从事中国民主革命三十年 我从来没有追起国民气 我今天吴建民有一点影响力 是靠我吴建民那么多年来为民主革命斗争的投入 包括我自己做视频包括我参加各种研讨会 包括我在各种战线党共共产党斗争所产生的一些 民众对我知道的影响力 这种影响力是靠你自己努力出来的 不是靠你去扎谁挺谁来获得的 那种试图靠挺谁扎谁来获得影响力的人很可笑 因为那种人是为了自己名利获得自己的个人利益 或者是说想追逐某人去获得一些金钱和利益 他不是我建民追求的 我建民眼里面只有一个敌人就是中共 我要先反的是中共的体制 我只可能把我所有的炮口瞄准中共 跟中共作战 我绝不可能选择中共之外的任何人我去视为敌人 不管那个人是我的敌人还是我的战友 他对我攻击过污蔑过打击过或他对我陷害过构陷过 我一笑了之 因为你们谁也不会比共产党的资源强大 你们谁也不会比共产党对我吴建民的打压和对我吴建民的威胁更大 你们谁也不可能又把共产党推翻 但对我吴建民这一身事业所应该付出的力量更大 所以我建民不会去歪掉我一寸我的枪口 我只可能瞄准中共去做我自己应该做的事 那种试图想转移我的世界 想把我建民去把我的航向倒外 想把我的炮口倒外的这种想法 你就洗洗碎吧 我建民是一个头脑十分清醒的人 你污蔑不了我 我也不会按你的想法去做事情 网上还有人说 我曾经在视频节目里面讲各位其主 人家说你吴建民的组织就是王岐山 我奉劝那些企图把我们全民共振活动 打成是什么王岐山的什么力量的这些人 这些继续用王岐山的力量去误导民众的人 去动动你的那个猪脑子 我真不知道下属这种劫力的人 有没有经过大脑 那个大脑里面还装着是不是脑浆 请问王岐山和习近平他们俩是什么派别 王岐山是盗国贼 习近平不是盗国贼 习近平是爱国的 习近平是推行民主的 习近平是能把中国带向民主法治 习近平是能够让中国人民 从此翻身解放的 如果你是把习近平当成能够推动中国民主进步的 把王岐山当作阻碍中国民主进步力量的人 我只能讲你是猪脑袋 中国只要是中共的高层 他们虽然有内部争斗 包括习近平和王岐山 但是他们对待你草民对待老百姓 他们都是同样仗着血纹大口 要把你们吃掉的 什么王岐山的力量 什么习近平力量 习也好王也好 他们所有的力量汇聚起来 都是扑灭人民的力量 如果你把哪一个人说成是习的力量 习成王的力量 只能讲你的脑袋里面装的都是猪脑子 到今天把共产党内部分成几派力量 几派力量互相打 他们再怎么打 他会有哪一派是站在人民的一边呢 有哪一派打赢了以后 他们会放纵人民呢 他们无论哪一派胜利 他们都继续来镇压你人民 我早就做过一期视频 老虎和狮子打架 你猪拍什么手啊 你到今天 还在那个把自己行人为 自己是习主席的力量 什么共产党是王岐山的力量 你真的很垃圾啊 是习主席的力量 你又怎么样了呢 习主席又能给你带来什么呢 是能带来民主带来光辉 你还是习主席能把中国民主推进进步呢 习近平上台这么多年 他的倒行历史你没看到吗 他十九大以后修宪 企图再次获得终身值 甚至把历史倒车开回到一百多年前 恢复地质你没看到吗 这样的人还能给中国带来进步吗 你继续挺习 你挺习什么目的啊 你挺习就是挺习保共 就是要保固共产党这个体制 就是保住共产党 延续他们对人民欺压 和延续他们对中国继续实行红色暴战的历史 你干脆就站出来像司马南 周小平胡锡进这样 堂堂正正的捧锡 而明目张胆地向共产党领取狗粮 干脆就成为共产党宣传部 和共产党海外的维稳 干脆你就告诉我就是爱戴习近平 我就是为君王唱展歌 我就是保护共产党的体制 而不要再打到你是什么 你不要再打到什么民主的旗号了 你曾经是民运人士了 或者你为民命要做什么了 没有这样的民运 任何一个民运 我已经一再强调过 保习保共还是反习导共 是检院民运的唯一标准 如果你的言语也好行动也好 你都是在挺习都在保共 都是在扑灭人民的正义的力量 你就是一个可耻的民主的敌人 如果你是反对习近平 打倒共产党要制裁共产党 要用各种革命行动来推翻共产党 你才是一个民主主义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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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有相当一部分言论 说是你吴建民只反共只反习 你不反盗国贼 我真的得出这种结论的人 我感觉到你的头脑里面 你那大脑里面是不是脑僵 你有没有自杀 什么叫盗国贼 盗国贼凭什么盗国 任何中国的一个盗国贼 都是凭着中共给他的权利 在中共的制度 因为这个中共这个恶劣的制度 导致了中共的高官 利用中共这个体制给他创造的机会去盗国 那么所有的盗国贼 都是中共这个体制上的其中一个机器 反哪一个什么盗国贼 反哪一个什么千年明君 这都是很荒唐的事 因为千年明君和盗国贼是不可分的 盗国贼到了国 千年明君也到了国 所有盗国的人都是共产党这个体制 给他创造的机会 反哪一个都应该反体制 反哪一个都不重要 随便共产党现在是习近平王岐山 哪一个人被打倒都没有用 习近平死掉了 现在可以换张近平李近平 王岐山如果被倒掉了 我可以换张岐山李岐山 任何一个共产党的代言人 他仅仅是在他掌控 掌控这个职务时候 对中国有影响力 但是真正共产党永不停转的 是他这部吃人的机器 就是共产党的恶制 所以我们要推翻的是这个制度 不存在在这个里面 是专门把哪一个人和另外一个分分开 网上有很多人很傻逼嘛 认为清君策嘛 千年明君是好的嘛皇帝是好的嘛 他旁边那几个盗国贼是坏的嘛 把盗国贼亲上的中国人民就幸福了吧 就健康了吧 这种说法就是中国千百年流传了 是属于明君必有恶臣 中国一切的坏 君王是圣贤的 坏是坏在旁边的臣子 坏是坏在他身边的所有的那些卖国贼 盗国贼和他的奸臣 中国千百年来的教育 就是告诉你君王永远是伟大的 皇帝永远没错的 坏都是坏在他旁边那帮臣子 到了今天在中共统治下 中共把这种最恶劣的文化 又把它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中共建政七十年 他所宣传的都是中国文化中最恶最恶的部分 他要你们歌颂的永远告诉你党是正确的 党是伟大的党的领袖是英明的 当然党的领袖是英明的 那是在这个党的领袖执政的时候 华国锋你看 英明领袖华国锋 毛泽东一死 英明领袖华国锋 分身四帮的时候 全国人民上街敲锣打鼓勇和华国锋啊 没有几年华国锋就被邓小平 用所谓两个凡事的借口拿掉 那时候就不是英明领袖了 就是犯了极大错误的党的领导人啊 过了几天胡耀邦又是英明领袖了 是党搞事实求是波乱反正最有效的党的优秀的这个领袖 胡耀邦这个领袖没当几天 说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马上把他胡耀邦从总书记的职位开除 在党内做了处理 又推出了新的英明领袖赵紫阳 在赵紫阳推行改革开放为中国做出巨大贡献的时候 很快赵紫阳被定为是在关键的时候 在动乱的时候违背了党的组织纪律 然后助长了动乱赵紫阳成为犯了 在党内犯了极大错误的人被党侵袭 这个领袖又没了吧 所以共产党他总是宣传他永远是正确的 他那个党翻手为雨覆手为雨 所有人在他嘴巴里面 他共产党什么时候他都是正确的 所以说你要去把共产党里面的人物 去把他分一分谁好谁坏 你的那点智商真的很可怜 共产党里面这些领袖们 只是他们自己运用的各个零件部件 他们想要这个零件用就可以用 想要这个零件秀就想这个零件就生锈 所以共产党根本不存在什么把 倒估贼和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 千年民均分开谁好谁坏 我告诉你通通坏 没有一个好 要反的是这个体制 而不是共产党的某一个人 当然在共产党某一个人成为代理人的时候 反他就是正确的 所以我讲过检验一个民运人士 是正民运假民运 就看你是不是反习反共 当你能够反习反共的时候 就是旗帜贤明的 你就是一个民主战士 当你保习保共 或者你的语言也好 你的行为也好 或你做的各种行动 是为了共产党维稳 是保住习近平 是保住共产党 是保住共产党 是保住共产党这个腐朽的体制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可恶的民主的敌人